姐姐 你总开了一百万买你一碗 只要你把它伺候好 妈妈的病就有救了 你叫你救救我吗 宫女士昨晚断药已经死亡了 你不知道吗 妈 姐姐姐啊 是你断药 是你害死了我妈 你和小賴你就如愿起座了江江 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是你的位置啊 凭什么我是江家的自首 而你是江家的掌声民主 姐姐 我慢慢死了就没有人能护着你了 从今天起 江家有我一个家 我慢慢死了就没有人能护着你 从今天起 江家有我一个江 一个小丝让孩子 你不配 姐姐 姐姐 我很好奇 你和被人穿过的破鞋 还有怎么在江家里子 姐姐姐姐我求求你 我把钱都给你 你不要再给林总当情妇了好不好 去吧 爸 你怎么能做这种败坏门锋的龌龊事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都是在陷害我的 姐姐 公阿姨现在尸骨为狠 你怎么能和那些老男人做那种事呢 这些陷阱就是证据 你怎么能做这种败坏门锋的龌龊事 啊 爸我没有 爸我女孩 爸爸我没有 爸 你怎么能做这种败坏门锋的龌龊事 啊 爸 爸 你当我从来没有审过这个女儿 你和安排 我四从 查明白了 房间個人叫前欧 昨晚和你再见 应该就是 江北 回车去 明天我就安排你跟微微搬入江家 好 等生生这个事过去了 这不参摇 老江你累了 我扶你去休息啊 真是硬幻不死 我听说你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你的账务我可以替你还上 如果我有一个要求 我要你去美国 回了教室 只要诺姆斯怎么都行 听明白了 听明白走 小姐私家家主四叶绝前来拜访您 那个帝都第一豪门四叶绝 你叫姜薇 是 昨晚 在盛天九点六二八号房 跟我共度一晚的女人 就是你 爵爷 昨晚和你在一起的女人 就是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死也爵的女人 江胜 反正你都要死了 就让你 成为我进入私下的垫脚石吧 站住 站住 人呢 往哪去了 啊原来你在这 站住 你 你還好嗎? 我還好嗎?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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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歡迎來到這裡 Gerling Designers Zara back home 妹妹 我們日間的照片 你還好嗎? Why you back to China? 維納珠寶出了五個億,請我這個設計師跳槽 哇 500萬元 這個Demo 不然 我給你姐姐 因為 是 Vomit 這個血 不可以算什麼 我這次會 是要拿回維納的全部股份 Gerling 我要知道Gerling和媽媽的事情 是你 So, what can I do for you now? 我們跟媽咪回國 就是 幫媽咪復仇 欺負過媽咪的人 我們也絕不放過 哇 Oh my god 你好 我找一下江小姐 有預約嗎? 沒有 是你們江小姐親切要請嗎? 沒有預約的話那就抱歉了 我們江總監很忙 我想過維納混亂 沒想到會亂成這個樣子 什麼阿媽阿狗 不能進來當水 你什麼意思啊小姐 我們很忙的 沒有預約就請給我們滾出去 我看 該滾出維納的人是你嗎 喲 江生 還真是你啊 你還有臉回國啊 不是你親自邀請我回來的嗎 沒想到六年不見 你臉皮變得這麼厚 一個為錢賣身的破斜 我為什麼要邀請你回國 還是說 六年前的教訓你沒成功 你 蓄意 你也賣兇殺人 任何一條都夠你在牢裡做一輩子 沒想 江偉你給我聽好 維納珠寶遲早有一天我會躲回來 但你騙我 有才知道 在哪裡見過嗎 夜 Bet 這個人沒有約定下清公司 我不讓他進 那還凶辱我打我 你快把他趕出去 是這樣嗎 是又怎樣 放肆跟丁瘡私笙不想 哦 這麼急著給你的小女朋友出頭 思總 你這挑女人的眼光啊 也該提升提升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我當然知道 會公司把我挖過來卻故意羞辱 這樣的態度 真是讓我大開眼睛 我說八道 維娜什麼時候把你過來了 維娜花了五個億把我從奢侈挖過來 怎麼轉頭就忘了 要是這樣的態度的話 我們的合作也沒必要繼續 江偉這是怎麼回事 葉菊你別聽他瞎說 他就是個被江家掃地出門的破血 怎麼可能是騷擾 你敢敢我 你再敢我 我不記直接報警 邀請設計師騷擾是我的意思 如果你能證明你是騷擾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再記住 但如果不 我會拿出全部的事例來封殺你 睜大你的眼睛給我看清楚 這是英國皇室頒發給我的 只有頂尖的設計師才能擁有的榮耀 現在 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今天的事情是維娜做錯了 我代表維娜向你道歉 一句清飄飄的道歉就想了事啊 你還想怎樣 我要江薇召開新聞發布會 正式的向我道歉 做不到的話 這五個億的合作 免得 葉絕他 是他故意誤導我的 我要是開了發布會 我還怎麼在公司混了 自己惹出的麻煩 自己解決 江生 給我等著 在這裡 我向江生女士正式道歉 作為偉大的總監 我不應該說那樣的話 對此 我表示心心的歉意 希望江生女士原諒我 這個江薇果然可惡 妹妹 這個女人欺負了我們媽咪 我們絕不放過她 那咱們要怎麼回覆她呢 乾爹不是說她抱上了大款嗎 我們就從她身上大款下去 嗯 剛才說那個男人叫思月月 啊 哥哥這個人 怎麼和我們長得這麼小 你該不會是我們爹地吧 是不是爹地我們聽著去叫的 司總 司總 這是集團同裝品牌 待人的候選人單 對 哎 這軍人 他們是哪個進軍公司的 他們還沒有軍紀公司 留下他們是因為行像足夠的好 親機和您 照顧一下 帶我去飲棚 你好你兩個小模特呢 啊在裡面我去叫好 元夜暖暖 拜拜 你是谁怎么跟我长得这么像 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思叶绝 找对人类一定要拿到他的头发 然后给我吧 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你们的父母呢 我们没有爹地 只有妈咪一个人 所以其他小朋友们都欺负我 抱歉 叔叔爸爸 抱歉抱歉 对不起叔叔不是有意的 你当我们的爸爸也可以呀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的妈咪叫什么呀 这是个秘密 快叔叔我们也回家了 拜拜 童装品牌的代言人究竟他们两个吧 上单 你看我拿到了 我们现在就去做DNA检课 嗯 合同我已经拟好了 签了他十个亿就是你的 对公司要还是种合作态度啊 抱歉 是不 江生 我劝你最好签了他 否则我就将六年前的事情风生一众 让大家都看看 明镇珠宝家的糟绕 是个什么样的乱话 你敢打我 六年前 你和肖兰趁我爸出国进入了江家 害得我失身逼死了我吗 你觉得六年后 会是你本的呢 你 招惹小姐在奢侈 也是这样待人出事的吗 叶军 你不要怪招惹小姐 都是我的错 可能 是我哪里做错了 可不可以道歉 不可能 你私家的使命 一句话就让你从珠宝界彻底消失 你确定吗 好 看在私家的面子上 这个合同 不过 请司总以后不要再唱和我和江维 把我和江维之间的事情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你不先舍弃 叶军 谢谢你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她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恩怨 其实 我是江生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是江家的死生命 所以才处处被他针对 好清楚 六年前他就想把我卖给老男人 给我下了药 不过 没想到我走错了房间 这才有 可是爸爸知道这件事情 以后很生气 就把他赶走了 所以他才一直这么记恨我 六年前是他害了你 当然 我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以后少和他接触 江生 你走着瞧 你说什么 江山的贱人 就是抓了 要是叶绝知道 他才是六年前那个女人 咱们就全完了 哼 既然那个贱女人回国了 你跟叶绝的事情 也得有进展才行 等到生命煮成了熟饭 私家太太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可是 这六年来 叶绝他根本就不肯碰我 你傻呀 你等他碰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得要主动 这世上有几个男人 能经得起女人的诱惑的 妈 我知道了 你怎么做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你会把我给你 去那些水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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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没想到 啊 啊 夜局 時間不糟了 啊 夜局 在這兒 不好吧 江偉我把你留在身邊 是我想過六年前的那晚進行補償 再在我面前耍這些小手段 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夜局夜局 夜局 夜局你犯什麼神經快起來 你臉怎麼這麼燙 這味道 沒什麼味道的就好香 你 夜局 夜局 你做什麼 所以我給你做什麼 我只是帶你來這裡 因為你很熱 可能你會死 我只是帶你來這裡 我帶你來這裡 我愛你 江生 你帶你的衣服 這是我的甜蜜 你把我拼了 你敢當他 你敢當你 戶口 你敢當我 我愛你 我扶你 我永遠都可以 我亦給你 你敢當你 我 我必須救我 你可不想 看看我 我永遠都可以 你自己身受 mir 你最原始的设计的做法 维纳珠宝之系您都在干什么 做法小姐是江总监说维纳珠宝 只要按照原来的设计就好 按照原来的什么 这些设计完全就是一堆垃圾 你们江总监可真够能耐的 把部门的精英全都开掉 这些设计完全就是一堆垃圾 自己的产品做不出来 还拿别人玩剩下的出去买 赔钱也没有像他这样 我去洋人户看看 你自己在这给我好好反思 江总监看到人不会打招呼吗 是见过四老板 江姐要去哪我跟你一起去 免得一转眼又跑到什么奇怪的男人 哈哈哈 司总 不会是在吃醋吧 司总 不会是在吃醋吧 怎么可能 无聊那最好不过了 我可不想跟江温的男人吹上任何关系 啊我刚好要去原料库 司总想跟就一起跟着我 正好 我也想知道你从原料库能看出些什么 行了 维纳现在学会弄虚作假 原料库是谁负责 让陈主管立刻来接 司总 这好歹也是你女朋友的公司 出现了参角的原石 你也不管管 这也是你母亲的公司 是吗 调查我 陈主管来了 司总您怎么在这 这些参角的原石是怎么回事 这这批原石原本都是离职的赵主管在负责 我只是接手 谁知道这些原石是参甲的 你撒谎 赵立心在维纳干了十五年 要是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早就被开除了 还用等你们 这我真的不知道 你怕不是替某些人背锅吧 那这是菜了 这些参角的原石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啊 你也知道 我对原石一窍不通 原石的进购是进过我手 可是我一直以为跟之前是一样的 爸爸的心可真大 把公司交给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也真不怕破产吗 我是真的不清楚 司总 原料偷换让公司的亏损可不止理想办 我不相信陈主管这样做没有上级的手意 我建议 立刻调查江总监 教授 你什么意思 怎么 还没调查就慌了 难不成 江总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姐姐 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国外受了很多苦 可是 你既然想针对我 那就来查吧 好了 你 被开除了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司总 谢谢你 你可以走了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就是她做的 江威对珠宝一窍不通 这种错误也情有可云 更何况 这件事闹大对你也没有好处 司总对你的像女朋友 还真是爱护有加 是但是μ 你什么呀 甚至这样 是啊 是故意的什麼故意的 故意接近私業局 然後也拿去原料庫 不過你也都看到 他相信的人是我 去原來護士他自己要 關我什麼事 要不是文娜是我母親一手創意 我不忍心接穿 管你背後有幾個私業局也不好使你 加上 別忘了 別以為你現在回來了就可以威脅你的 別忘了 你當初 麥犀跟林俊的證據 還在我的身上呢 拿這些東西威脅我是吧 幹什麼 你 放開我 你 放開我 你要是再在我面前調適 我敢放上 你的下場跟這個手機一模一樣 姐姐姐我錯了 我我我再也不敢了 姐 我再也不敢 不敢 小生 你給我等著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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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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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拿到DNA检测的结果了 之前那个帅叔叔就是我们的爹地 太怕了我们有爹地了 我要给爹地打电话 喂 请问你们的父母在吗 这一集团有合作想和你们谈 太好了 说是我们正好也想见你 都是给你们点的想吃什么在家 谢谢你爸爸感觉真好 我可不是你们的爸爸 妈妈你不要着急任爸爸等考察考察再说 你们有想过要出道吗 是有娱乐公司要签我们吗 是的呀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强求 我当然愿意了 那你们的父母也愿意 我们没有爸爸 只有妈妈赚钱养我们 所以我们想赚钱帮妈咪分担 那你们的妈咪是做什么的呀 我们妈咪可厉害了 她是个设计师 你们的妈咪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妈咪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妈咪不出名的 说了你也不知道 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呢 叔叔不如我们把妈咪介绍给你吧 我们妈咪可漂亮了 比那个姜薇好多了 你还知道姜薇 我们的妈咪不出名字 叔叔我们先去上去测试 哥哥你也不知道爸爸 不必要用我 不會這麼快結束 嗯 那我換你們兩個想 大帳目的爹爹沒門 這小鬼怎麼這麼這麼像四總 難道你有人前江山懷了 死孩子 小朋友你媽媽是誰呀 我配知道嗎 你你對孩童說什麼意思 四總 這小孩先撞上我的他不道歉 你看他咬了我 你說我是這種才咬你的 好啊叔叔在這呢 不怕了啊不怕 好吧 江太太 只要你對孩子們道歉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再追究 四總 我可是姜維的媽呀 你讓我跟這小孩道歉 那我這爺面我哪個呢是吧 我再說一遍 和他們道歉 小朋友 阿姨錯了 阿姨給你們道歉原諒阿姨啊 四總啊 這兩小孩跟你什麼關係啊 這麼護著的 四總啊 這兩小孩跟你什麼關係啊 什麼關係你不用管 這樣的事情 不想再看到第二個 知道了 這要是江山的賤人的 這兩小孩 好啦把剛剛不開心的事情都忘掉 繼續吃吧 叔叔我們不想吃飯了 我們想回家了 好 我送你們回去 不用了我們繼續回 這兩小孩怎麼說飯了就煩了 這兩孩子怎麼說飯了就煩了 哥哥爹地這麼天心將威 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們和媽咪了 不是的 只是爹地被那個壞女人騙了 但是聽他說我們不能去任意 江山你是賤人 湘女士能不能別動不動就賤人賤人的 你這素食我還真是不敢哭 你真好手段 出去六年竟然帶著個孽種回國 你什麼意思啊 我什麼意思 我今天在餐廳見的小孩是不是你的 什麼餐廳什麼孩子 我聽不懂你的說什麼 你真不知道 不要在餐廳看到兩個孩子就跑來吃了我 怎麼你很擔心那兩個孩子是我的 比起關心我 你還是多關心關心你女兒 江維接管公司就弄出了一批餐甲的原始 爸爸要是知道 你覺得他還會把公司交給女兒管理 是不參加原始 啊你別胡說八道 江維把公司弄了一趟 公司能開到現在 你真算是個奇蹟了 你別以為你混了什麼國際設計師 你就有能耐了 你跟思江那位比 哼 你算什麼了 我們家薇薇可是夜絕的正牌女友 有他給我們薇薇春藥 你逗得過 好 那我要跟你講講清楚 你們從我手裡奪走的東西 無論是江家 還是維納珠 我都會一一嘴 這怎麼回事兒 好啊你個江爺爺 背著我帶著妹妹出去吃飯不說 還被人騙了河頭 妹妹還被人欺負了 對方是哪個混蛋 快告訴媽咪 媽咪去幫你收拾那個 媽咪爹爹 先幫我們教訓壞阿姨 爹爹 什麼爹爹 KJ同裝的老闆是夜絕 他不是你們的爹地 你們不要亂人 我是媽咪 叔叔叔和我們長得好像呀 其他人都可以 唯獨他不行 為什麼媽咪 我們的爹地為什麼拋棄 爹地肯定是有別的女人 他不要我們和媽咪的 好了嫩嫩來 你們的爹地啊 沒有不要你們媽咪 你為什麼從來不講爹地的事 六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四總 您交代我的事情都已經查明了 江生確實因為醜聞被改變張家了 隨後去的名 江生在美國時一直被丹尼爾家族收敛 哄哄 回到你 我倒要看看 他和這個丹尼爾到底有多親密 媽咪 你為什麼從來不講爹地的事 六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你們的爹地啊 他已經一年早逝了 坤頭上的草 都已經長了三尺缸了 媽咪 真是你太雅了 又被媽咪開了 怎麼回事兒 I accident hate someone dalsy car now I can buy money that's all my money in furnan account 你這麼會找人著 怎麼不把他撞死呢 confuse in china cannot rego to kill people 他說的擔保人就是你 是 這件事情的確是我朋友做的 司總您直接說賠償多少就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為著所謂的朋友 做到什麼地步 司總您直接說賠償多少就好 賠償就不用了 畢竟這輛車已經報廢了 報廢了 這麼嚴重 he is rubbish nothing 江小姐 司總所有的車子都是只換新鋪 哪怕是掉了一個 所以你們這是讓我朋友賠量新的給你嗎 這只有看你們態度 你們這是故意在氣我是不是 看來江小姐並不滿意這個賠償方案 不知道司總想什麼態度 如果是一個道歉 我帶我的朋友向你道歉 對不起司總 還行你不要因為我們兩個的恩怨 為難我的朋友 呵 江小姐還真是重情重義啊 看不出來 這樣 能做出傷害自己妹妹的事情 司總你這話什麼意思 陷害江威賣身求財 我還以為你都敢做敢當 看來也不過如此 我還以為你都敢做敢當 看來也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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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夜訣 你根本什麼都不值得 你根本什麼都不值得 沒資格在我這裡平頭頂坐 今天的事情到此為止 司總 不用在這裡話裡有 該賠償您的錢 我一分都不值 我怎麼知道 阿誠是覺得我故意在針對江威 身為江威的男人 留心女人出口氣不是 噴 這實話說話以我 你這中文學的不賴嗎 都會用成語了 耶 I will be always 你自己 sport 你說他回國 你說他回國 不看完長輩也就算了 還趁兔兔兔兔羞辱我們娘娘 這日子是沒法過了 是 生生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 要不要這樣吧 你讓他明晚家裡邊來吃飯 我來好好問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 我來 我來好好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嗯 好 真不知道江生那個賤人又會夜絕說了什麼 媽 他不會想和我搶夜絕吧 那個賤人啊還不配 你爸明晚啊就江生回來 你叫夜絕給你回家吃飯 只要你娘事兒明真言順了 哼 害怕他做藥啊 媽 這能行嗎 夜絕他一向不喜歡來江家 嗯 再說 夜絕要是發脾氣了 咱們就把這過 甩給江吃 咱們的孫生回來了呀 你爸知道你回國呀 特地叫你回家吃飯 你這什麼表情啊 一會兒讓你爸看到可不好啊 我怎麼覺得 這頓飯是特意為我準備的紅門宴 你這孩子 這回家吃飯 怎麼叫紅門宴呢 你別故意噁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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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叫我見人吧 這樣覺得更親切 哎呀 你這孩子 這回家吃飯 怎麼叫紅門宴呢 你別故意噁心我 你還是叫我見人吧 這樣覺得更親切 生生啊 這都六年沒見了 怎麼還是這副德性 怎麼跟你媽說話呢 您還要練提我媽 我媽早在六年前 就被這個女人給害死了 你這個孩子 跟你說多少遍了 你媽是死於心衰 跟她有什麼關係啊 要不是她故意挑釁我媽 我媽的病情 也不會惡化的這麼快 夠了 到國外六年 就學會給長輩頂嘴了 等一下 你就別跟生生生氣了 在她眼裡 畢竟我只是外人 您在我眼裡 養生 我們請你 是回來吃飯的 不是請你回來給我們上課的 你要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就請你出去 你要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就請你出去 六年前 你也是這樣把我趕出家嗎 蕭蘭和姜薇 他倆說什麼你都聽 看來 這個姜家我是一刻也帶不下去 我出去 四重啊 你怎麼來了 在那邊你 江家今天可真是熱鬧啊 這是我大女兒叫江盛 原來大美景景的設計師 是江家的情景 哎不過假了 這孩子特別會長 取得的是我跟他媽媽的優點 你們媽媽聊 我先走了 姐姐 我先走了 你好不容易回來一次 還是一起吃個飯吧 還是一起吃個飯吧 我們都很想你呢 是是是 就別跟你爸爸老脾氣 好啊 那就一起吃個飯吧 葉娟 多吃點 四總 這些年啊 多虧了你照顧薇薇 薇薇啊 向來就是個董事乖巧的孩子 要是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也多擔待啊 我們家輝薇啊 向來都是乖巧讀事的孩子 要是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也多擔待啊 江大小姐似乎對此有意義 我那有什麼意義 四總 怎麼還不把這位乖巧董事的女朋友 去回家去 葉娟 姐姐她是開玩笑的 你別往心裡去 妹妹 四總好歹也是你的男朋友 怎麼跟男朋友說話 還這麼客氣啊 深深 你看你胡說什麼呀 今天只是請四總來一家吃個便飯 那又不是簡單吃個便飯 也不用特意來家裡吧 四總 好歹你也耽誤了我妹妹六年青春 怎麼還沒有結婚的念頭嗎 還是說 你在玩弄我妹妹的感情 江生 你給我閉嘴 看來這次飯也不用吃下去了 好心幫你們說句實話 你們倒好 翻起臉來了 我江生在江家就是個外人 我走 你到底誰說什麼 岳子玄 你乾嘛 你是故意的 對啊我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撮合你跟� equiv 你讓�mals把我請到江家 打的就是这个主页 我让姜薇把你请到姜子 姜生 我和姜薇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花枪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别自作聪明 四叶爵 我没有让姜薇把你请到姜子 你们俩之间的事 我也不屑于去管 回头告诉你们 别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 谢绝你有病吧 这荒霄野脸的 您杀人灭口啊 开车 我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被他亲手推给别的女人 心里会这么烦躁 什么破地方 连个信号都没有 上车 想上就扔想浅就紧 思总还真是关心人 我花了五个亿把你从奢侈挖来 你要是舌在这儿 我岂不是亏了 谢谢你啊 我 喂颜颜宝贝 我今天晚点回家 你这下等我 你有男朋友了 我今天晚点回家 行,天 sl uh 丝总是什么屁好 昨天我和宝贝打电话 你再说一遍 和你的谁 我的宝贝啊 我不怪你的宝贝 还有两个宝贝 啊 我还要 灯礙 呢 r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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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ذr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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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з 好 你幹什麼 江生 沒想到你還有這種手動 什麼手動 親眼看見你上了也覺得 你們昨晚幹什麼去了 這種事情你不希望你男人問我做什麼 你麻煩你管好自己的男人 不要讓他像個瘋狗 在我身上肯來肯去 你給我等著 少少小姐不好來出事了 怎麼了 有幾個客人買了我們的珠寶 鬧到前台來了 說買了珠寶是假貨 原料部的人說是您負責採購原料 你們維納珠寶是不是不想開了 幾千塊錢的珍珠手鏈啊 竟然是假的 我現在就要報警讓你們關門 這位女士您別生氣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誤會 我還有你們電案的收取小票 很抱歉女士 我們之前確實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江生 是我們新上任的採購負責人 可能 是他對義務不夠熟練吧 能力不夠當什麼負責人 讓他滾出來賠償 滾出來賠償 如果是我今天賠有問題 那我願意出十倍的假 的確是假的 看吧我都說是假的 姐姐 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 可是你也不能把這些火發在無辜的顧客身上嗎 只要你跟大家道個歉 我就和葉哲求情 讓你留下來 原料採購的確是我負責的 但這批假貨不是我的 我不背負 是你負責又不是你訂購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看就是互相推責 混亂我們 沒錯 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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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不能推卸責任了 好 我就是要個說法 我給你們 但請不要隨意我 這批貨是按照我寫的訂單去訂購的對吧 是 是的 大家看好了 我的貨物方寫的是大理山 是國際珠寶公司的原財場 行業裡的老大哥 既然貨物 是從大理山進來的 那怎麼會有假呢 是啊 大理山怎麼會有假 貨不對吧 這件事情 一定是有人從中作梗 想把假貨的事情架禍在我頭上 看來 採購物 確實是該換人 來各位客人跟我來這裡 跟我來 好 姐姐 這次雖然是採購過的疏忽 可是也沒必要開除他們吧 長期佩戴這種化工珍珠可能會致癌 你現在還要說沒必要嗎 立刻聯繫相關部門進行調查 對於違法違規的行為絕不無息 四總別 別把我送進去 我也是按照領導的指示 是誰指示你的 總監快說話呀 這都是您讓我幹的 我不認識你啊 你守在那時候我陪人 一覺他就是狗急了亂咬人 你別聽他胡說 江文身為公司的總監 出了這麼大的安全問題 他為什麼不負責 江文在珠寶上的見識不如你 這種錯誤 估計連他自己都不清楚 你想讓他負責嗎 馬上移交相關部門處理 是 起來 孫總還真是互短啊 又想為你的小女朋友出口氣 你能不能別嘴這麼說話 抱歉我這個人就是人 是不是因為我幫著姜薇 你心裡不舒服 我知道你跟姜薇一向不合 但是得了人處且饒人 六年前 你對他做的事情 他可沒有埋怨過你 六年前 我對他做過的事 所以姜薇在你這裡 變成了受害人 姐姐 六年前的事我已經忘了 我不希望再因為這件事情 很像我一直在的感情 少在我面前擺出這副樣子 六年前的受害者 是我 這件事 我這輩子都沒法接過去 她真的只剩下 你真是一位 你知道我嗎 小姐真是一位 他還在是一位 你還在這位 我真的終於欣賞 她還在這位 她們是不是 她想在這位 她叫她們 她們的心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用你操心 我都会明白了 他们的妈妈是集团的员工 叫江森 江森 是啊 我想啊 是爷爷 你喜不喜欢我们妈咪啊 爷爷 你喜不喜欢妈咪啊 当然喜欢啦 她把你们养成这么多算 你们的妈咪一定是不好的 你年纪也不小了 要是早结婚的话 你的孩子都跟他们一样啦 去查一下 江森和孩子的全部结果 是 喂 江森 你年轻到底发生了什么 拜拜 拜拜 喂喂 爹爹又问起六年前的事情了 自从江山那个贱人回来以后 爹爹就开始怀疑我了 妈 我们怎么办啊 绝对不能再让她这么猖狂下去了 喂喂 你还有林总的联系方式吗 林总 是啊 各位 你看看 engineers 女人赶紧 我不能 Rivera 你觉得是文宝 financier 我她没有 message 难过 我知道是工吉他 可以碰 speak 不 Gorica 你那咱 tal ONz 大吓浩 primeiro 您체客 未来得到 自由 哪练子 你们新闻 弟弟毅 你 喲 来了 你好 六年不见 姜小姐变得比以前的美丽豆腐了 您认识我 哦 这位是林笑意林总 和我们爸爸也认识他 是是是 九要大名 今天终于见到百人了 我可是特意为了姜小姐才和维娜 林总这么说 我还真是手手入心啊 糟糕的名字谁不知道啊 林总只是因为欣赏你 林总 林总 为了维娜我们敬你一杯 好 我还没想到 姐姐 林总的面子你总不能不给你 哈哈 林总 不好意思 空腹喝酒店反胃 来来来 咱们先吃点菜 来来来 叫小姐 姐姐 我陪你喝一杯 我陪你喝一杯 林总 嗯 去接个电话 一会儿回来 嗯 你干什么去啊 他跑啊 他喝了那么多药 他能跑哪去 再说了 他跑了 不还有你的吗 嗯 小姐是还好吗 我会想想想要 你还好吗 怎麼這麼燙 怎麼這麼燙 走 這也不能全怪我 誰讓你突然靠那麼近呢 做完我好心幫你 你就這樣回報我 做完好心幫你 你就這樣回報我 你對我做了什麼 在那種情況下 我會做什麼 剛好姐難道還不清楚 無恥 這麼激動做什麼 六年前的那晚 我們不是已經把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過了嗎 你在說什麼 六年前 聖天酒店六二二八號房 六年前 那晚的男人竟然是他 怎麼 想起來了 六年前那晚 之後你去了美國生下的江爺岩和江暖暖 他們本就是我的孩子 是嗎 我絕對不會讓我的孩子被他奪走 你笑什麼 我笑思總的想像力豐富 不去寫小說可惜了 顏顏和暖暖 確實是我的孩子 但絕對不是你的 你笑什麼 我笑思總的想像力豐富 不去寫小說可惜了 顏顏和暖暖 確實是我的孩子 但絕對不是你的 為什麼 我孩子的爸爸早就死了 至於您 不去守著你的小消息江薇 在我面前胡編亂造一大堆 知道做什麼 我和江薇沒有任何關係 在一起生活六年還說沒關係 你屁小孩呢 請思總以後不要再來招惹我 更不要打我孩子的主意 江上 媽咪你不知嗎 為什麼你要一直看著我們吃呀 媽咪你是有什麼心事呢 你們倆最近有沒有接觸過什麼奇怪的叔叔 比如 思葉爵 他果然要來請你 這叔叔不是壞叔叔 我沒有接觸過什麼 你們有什麼奇怪的叔叔 你們有什麼奇怪的叔叔 比如 思葉爵 他果然要來搶你們 這叔叔不是壞叔叔 他跟我們可好了 寶貝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大人的世界是很複雜的 聽媽咪的話啊 以後不要跟司叔叔接觸了 好不好 可是 大人的世界是很複雜的 嗯 嗯 叔叔我媽媽禁止 我們和母女來管 以後當我們出來要享受嗎 你說我們相信 但我媽咪不想做 有什麼想做的抓點機會 那 那個丹尼爾是你們什麼人 是我們的乾爹 像姐一樣的友情 那 他對你們媽咪感興趣嗎 應該是 叔叔對我們媽咪感興趣 那 如果我說是呢 可是叔叔 你已經有女朋友了 還和他在一起了 六年 他 他不是我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還跟他在一起 爸爸 原來你們也這麼像我 難怪媽媽討厭你 好該 我去 嗯 去鑑定中心做親自檢測 是 好 這個賤人 竟然用孩子來勾搭死也去 江生 你最好回答我 這兩個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確定你沒生過孩子啊 你為什麼會確定我生過孩子 因為六年前你想說六年前什麼 沒什麼 既然那兩個孩子不是你的那最好 你看到絲總和兩個孩子在一起 怕你的地位不保 所以想對兩個孩子下手 可六年前和四葉爵發生關係 不是你嗎 當然了 你別想鬥什麼外心思 四葉爵喜歡那兩個小鬼說明不了什麼 你放心 我不像你 專門愛搶別人不要的東西 你 江生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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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送你去吧 好 6年前的男人还真是四叶菊 How you know I will do but the night test 他试探我 还找机会接近了炎炎跟暖暖 那么他就有验DNA的可能性 You cannot be happy because he find your father Why you send to me change your bag 6年前的事情 只不定就是他跟姜薇的计划 你觉得这样的男人 还配当我孩子的父亲吗 Your capacity as supervisor You don't have cannot do this 可他跟姜薇生活六年这是事实 凡是跟姜薇扯上关系的人 不想再 四总 情况怎么样 四总 看来是您多虑了 你先看日期 日期和送检时间不对 这份报告是错的 我现在就去送检中心了 等等 你确定是监定中心有问题吗 明显是有人故意阻止 这样 这份资料先留着 你再去南城找人验一遍 明白 另外 把消息放出去 对方肯定还会有所信 是 真的真的假的 啊是真的 还是那两个孩子呢 他竟然又去做检定了 不行 不过 西总也真奇怪 为什么要特意跑去南城 做亲子鉴定呢 孩子不是姜总监的吗 这可难说 不对 他没必要验第二次 除非他怀疑报告被调包了 这件事对姜总监来说 他知道了吗 他知道了吗 你说什么 叶爵去给那两个建种 多清楚鉴定了 有个助理亲口说的 不会有假 我知道了 下个月考核 我会多给你学两句 谢谢姜总 这个怎么办 我一查出来 这个孩子 是那个建种的 无论如何 那两个建筑都不能流浪 可是这样做 妈你怕什么 我不过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 他们要是不听话 宁多就是吃点苦的 可他们要是自己找死 那就不管我的事了 我跟那两个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你不想知道结果吗 四先生 您不用试探我 我不想拿着您的私生 倒是姜葳陪在你身边六年 结果你却搞个什么亲子鉴定出来 他要是知道了 会很伤心吧 你最好没有故意隐瞒我 雾 我出去 你想本经历 OK呀 你等一下在这个 给呀 小心啊 爷爷 乖乖听话 我们是同心 人过很多史上杂地的 张阿姨才给你们一百万 也太亏了吧 是啊哥 一百万好像是没有亏 我去你 滚一边去 这小子矿单 你没听出来吗 一百万本来就亏 我们是集团的红星 你们找张小姐 还不如找集团呢 是啊 张小姐是叔叔叔的女人 找他那天还不如问叔叔叔 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电话 那叔叔快来救我们啊 你给我并来 你就是四月节是吧 你们想怎么样 你如果想救这两个孩子 就给我们汇款一千万 否则我杀了他们俩 好 一千万我给你们 如果他们少一根头发 你们碎十万段 账号我一会发给你 我只给你十分钟时间 十分钟内 我要找到孩子们的准确消息 是 阿贝 我们的女人 辅导三 我们有情报 真的愿意给我们一千万 这次 咱们真是撞大运了 臭小子站住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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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住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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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住 我站住 爸爸对不起爸爸来晚了 你不要叫他爸爸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吗 那两个绑匪听口说的 安排绑架我们的就是他的女人 姜薇 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暖暖年年 被人举手了 你说什么 我马上来 哎呦不眨眼睛啊 听到了两个小孽种 不知道死活着急了吧 你敢动他们试试 好啊 那两个小孽种 果然是你的 是又怎样 你最好乞讨我儿子女儿没事 否则 我不建议把你们的事情 全部告诉四爷觉到时候死的人 可这是你们 好啊 我现在就叫人放了他们 不过你立马带着他们离开帝都 不不然 下一次可就没这么便宜了 你 你呀 你这个疯女的你放开 快说 我的儿子 我上的小眼 他 他我不知道呀我 喂 娜娜 妈咪 我们没事了 我们现在在 温叔叔家里面 好 好 好 报告出来 姜爷爷和姜暖暖确实是你们的孩子 姜生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另外 我们在鉴定中心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他说是姜薇和萧兰让他来调换资料 他们应该不想让你知道孩子的消息 是 六年前和我共度一晚的人 不是姜薇而是姜盛 竟然骗了我整整六年 立刻撤刺为纳珠宝 我没有义务再把他兜底了 是 麦 小鬼 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 原来我们姜薇 一九一 我我听说两个孩子被绑架了 所以赶紧过来看看 没想到刚进门他们就 你也别怪他们 小孩子是受了惊吓才会这样的 除了他们的妈妈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们被绑架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除了他们的妈妈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们被绑架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是听别人说的 是吗 叶决 你是在怀疑我吗 你是最了解我的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出格的事 好了 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你不用过来了 叶决 你是要赶我走吗 赶你 你当私家别墅是你姜家 在这里 你只是客人 罗雀 送客 莫邋 对 那狗坏女ル 明明在骗你 你为什么 把他抓走 他在骗我 那你们的妈咪 又何尝不是在骗我呢 怎么着 üstńst� 律 我孩子呢 现在你终于承认 他们是你的孩子了吗 四季局我孩子呢 现在你终于承认 他们是你的孩子了吗 四季局我孩子呢 我很感激您救了他们 你想要什么报仇 我都可以给你 我救我自己的儿子女儿 不需要报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少 你还跟我装傻 江妍妍和江嫩嫩是我的孩子 这件事情你还要忙我多久 所以呢 你想把他们带走 然后和你的小娇亲一起抚养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那你现在就做什么 拿孩子在威胁我 四季局 你什么都有了 而我跟你不一样 那两个孩子是我的全部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他们 别碰我 我不想再看到他 爹地真是个大笨蛋 我们得帮帮他们 嗯 怎么帮他 电视里乌南广 你关在一个房间里 我们可以把他们 反锁在一个房间里 就怎么办 嗯 怎么帮他 电视里乌南广 你关在一个房间里 我们可以把他们 分享一下 平安 我能不知 那畅历 你死掉了 死习 你玩什么新花样 快把门打开 什么 媽咪你在嗎 爺爺 你有你有受傷嗎還好嗎 沒有我和娃娃都沒有受傷 只是這個門不小心被我抹上了 明天才能找人打開 不關我事啊 你們兩個小仔子坑我是吧 爹地你不要怪媽咪 因為你和那個張文和女人在一起 媽咪才不想接受你的 你們今晚就好好聊聊吧 我們先去休息了 爹地媽咪再見再見 哇爺爺弄弄啊開門 回來 快開門 爺爺弄弄啊回來 等我啊開門 江少 我跟你說過 騙我需要付出代價 是 你信不信我跟我們誘拐兒童 我是他們的父親 怎麼能算誘拐呢 更何況 你沒看孩子都幫著我 給我們倆讀書的空間 有些事情 是該好好聊聊的 你真是不要臉 我跟你沒什麼可聊 這個人 那混蛋 你 你別太過分了 過分 哎 你不要再玩 六年前你就毀了我 凭什么现在还这样对我 你和姜文一样 我讨厌你们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吗 我在你心里 就这么不堪吗 你要继续就快点吧 反正也混了一次 我不介意第二次第三次 四叶菊 四 你发烧了 四叶菊 等我我去叫人 喝了药就不用了 这么大个人 连味药都喝不明白 咳咳咳咳咳咳 四叶菊 怎么 四叶菊不会真的被我吸引了吧 虽然我昨晚睡了你 可我不想对你 江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知廉耻 我不知道什么是廉耻 要不 你教教我 紧张 莫这不是更快 不要脸 你不是让我教你吗 你可还满意 我知道错了 还请随时放好 小莎 我对你是认真的 我从来没有碰过姜薇 也没有想过要抢做孩子 报复你的人 我会一一帮你报复回去 可是我 我知道 你不会那么快接受我 但是 也请你不要那么防备我 好吗 你个不孝宇 赶紧给我滚了 司董撤资了维纳珠宝 你母亲并生心血打造的公司 马上就要倒闭了 骗子 我怎么了 为什么要跪随 你明明知道 跟薇薇跟司总在一起 你还去勾引我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啊 你明明知道 薇薇跟司总在一起 你还去勾引他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啊 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失望 也不差这一次 你还要不要脸啊 到底是谁不要脸啊 我没爬上司业绝的床 就已经比你有底线了 你 姐姐 要不是你挑拨我和司总的关系 司总也不会撤资 让维纳珠宝陷入破产的危机 我挑拨 你骗了司业绝整整六年 要不是他心思手软 整个江家 都将不复存在 骗了六年 白眉 什么意思 老江 你别听他胡说 我没有胡说 六年前 和司总共读一夜的人 根本就不是江眉 你说什么 我就是一时糊涂 才撒下了这个谎 为那珠宝是我全部的心血 要是维纳珠宝破产 那 那我也不要再是个十年生魂了 就有自取 你怎么不去死啊 手在这麦楼克里 是 撒 就是要别送我一下感情吗 想这样怎么会有你这么歹毒的女儿 他陷害 污蔑我 还搞垮了我母亲的公司 所以 阿伯阿家没放 小小 你不就是想要回韋娜的股份吗 行 我给你 我都给你 咱别闹了 行 早不给 晚不给 偏偏这个时候 让我给你的私生女擦屁股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股份哪够啊 我要的是整个韋娜 三天时间 如果我能追回投资重振 那你就要把整个韋娜 都交出来给我继承 这桩生意不愧 您 好好想想 方江 我怎么答应他呀 要是没了韋娜 后一怎么在江家立主啊 洛洛 你现在是能追回投资 还是重振为那 咱们除了把股份你的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躲什么 司总没必要在我面前装申请 你明明知道 韋娜珠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撤资什么意思 你是想看着我低声下气的球 你把资金要回来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只想帮你拿回韋娜 这样的帮助 我不需要 我可以给你比股份更有价值的东西 但前提是 你得放弃韋娜的股份 除了韋娜 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我保证我的条件你绝对满意 司业局 我警告 大叔爷你终于回来 张总 李总 赵总 你们怎么突然来了 是司总请我们回来的 说您要带我们同志为那 江胜在维那的股份 早就被萧兰悄悄专了 现在萧兰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份 公司和你父亲已经没有半点关系 就算他把公司给你 也不作数 所以 你才让我放弃个为难 没错 我可以给你开一家新的珠宝公司 TG的资源也任你较用 等到你有实力的时候 一举收购为难 你 这么好心 我是商人 我只做投资 三个月内拿不出成绩 我一样撤资 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让你失望吧 谢谢你送我回家 早点休息 还有为难的是 谢谢你 嗯 你说什么 我说谢谢你 小姐就这么感谢我 后来点行动表示一下 我想要你 爹地媽媽請你們繼續 姜嫩暖暖姜爺爺 今後就來私家別墅做吧 畢竟我也是孩子的父親 在意 我也是孩子的父親 我也是孩子的父親 你這大晚上不睡覺在這幹嗎 老江 我已經把你叫薇娜的股份 請我轉走了 你說什麼 我平時給你不收錢 你怎麼怎麼算不敢打我頭上呢 我也不來沒有薇娜 所以對不起 你怎麼怎麼算不敢打我頭上呢 我也不來沒有薇娜 等著老頭一死 我就把江家的錢都拿出來支援為納 到時候再把股價做空狠狠撈停 媽 咱們後半貝斯就不愁吃喝了 老江 對不起 人墨為己 天助地滅 醫生我爸走了 病人從樓梯摔下來撞到了腦部 現在陷入中毒昏迷 你們家屬做好長期住院的準備吧 醫生我爸走了 病人從樓梯摔下來撞到了腦部 爸你不是嚇我 你醒醒啊爸 爸 江山 江山現在連江盛都救不了你了 我勸你趕緊滾出講講 否則 我不建議讓你的家人從這個世界上 一個一個的消失 那是你害的 是又怎樣 不是又怎樣 你有張軍嗎 你有張軍嗎 你怎麼能這麼惡 他也是你的親生父親 這麼多年他有把我當個親生女婚嗎 我處處討好才能再江家立足 而你剛回國就得到了維娜 該死 揪手 你這樣死太便宜了 你前線的整體 冰冰冰冰 是 現在就把你開除 你還能嘴硬什麼 arts eng 各額 客行 你想我現在再補給我 可別哄 好 是的 鎖羽 你呢 恐怕沒那麼記憶 這位是Fright 江維上任後 強迫他抄襲各家的手稿 供給維娜 我不想被他憋住做這種事了 我可以做你的商業間諜 幫你收集他抄襲的證據 好 我這裡剛好有些剛設定好的手 你把他交給江維 對於現在的維娜來說 這一定是雪中送他 垃圾垃圾 我要你為什麼用 這筆稿子您看去 這是你設計的 是 是從別的設計師那抄來的 什麼抄不抄的 這就劍 我出一千萬 顧你做我的設計槍手 怎麼樣 槍手 別不知好歹 像你這樣的小破設計師 要熬多久才能出頭啊 能做我的槍手 是你最好的處理 你不記得 等我火了 我多分點錢給你 還不趕緊謝謝江總監 謝謝總監給我計位 其實憂幾場 好幾場 你唄像我拿走了 我把你拿走 你拿走 我把你拿走 你拿走 我把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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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 接了好幾通要合作的電話呢 咱們吳依娜呀很快就出頭了 太好了 這樣以後我們在江江的地位 就能更上一步 夜絕也會更高看我一眼的 爹地你嚐嚐媽媽做的可樂雞汁 和蝦子好 嫩嫩 他有手他自己能吃 你吃醋了 你的媽咪可能是真的吃醋了 小夜絕你怎麼又來我家 上次提議搬到私家別墅住 你還沒回覆我 所以我只好自己先來了 太好了爹地要晚上留下來睡了 爹爹 我們家就這麼大大 你家這次大夫 他不是大夫 他是爹爹 不愧是我女兒 太好了 爹地要晚上留下來睡了 爹爹 我們家就這麼點大 可容不下這次大夫 他不是大夫 他是爹爹 不愧是我女兒 家裡沒床 媽咪 你的床不是很大嗎 昨天還跟爹地睡 好啊你們兩個小鬼頭 有了爹地就不要媽咪了是吧 我吃 想賴就賴著 凍死了餓死了 別來找我 爹地我們只能放入貓這裡了 爹地媽咪房間的備用鑰匙我有 我看 在一天對見等一回 親生溫水 跳往你的嬌美 讓心變唯美 要有天海就回 星星夜落地吹 愛一生做城外 孤灯已远归 等到水空破碎 伸传成虎实 嗯 很暖 阿上 我会让你写片写愿解释的 阿上 爹地给我们做了早餐 妈咪吃完早餐 让爹地带我去尝尝 也好不好 你们两个 好不好嘛 看吧 孩子们都离不开我了 爹地妈咪再见 老师我们终于找到爹地了 同学们不会笑话啊 老师我们终于找到爹地了 同学们不会笑话啊 是吧 走 以前没注意到吧 小孩子会这样渴望有一位父亲 你少在这得了便宜买惯 爹爹和暖暖缺席了六年的父爱 对我来说 又何尝不是在孩子的生命里缺席了六年呢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补偿他们 我答应你 我同意搬进私家 和你住在一起 好 你放心 我不会强迫你的 小小姐 你会这么觉得 你 这不是 他吗 我的房间 我就是你的房间 我才不要跟你一起 我说了不强迫你 可我没说 不睡在一起了 你这跟强迫有什么区别 有啊 睡在一起 是为了培养感情 在此之前 我绝不会碰 当然 如果你要是忍不住 我也可以勉为其难 牺牲一下我自己 那 别靠这么紧 我说过 我不碰你 可我没说 不失点利息 CG 江总 锦修珠宝是本国最大的 珠宝燃料厂家 想要工作室 尽快的做出成绩 与锦修珠宝合作 庇物可少 但是他们的合作 在那也要试一下 我们必须感谢 将会之前拿下 网络 欢迎两位光临 稍等名堂 锦修真是堕落了 什么野籍工作室 您来这儿谈合作了 我们是宋主宝工作室 不是什么野籍公司 塑朱博工作室 咱們掌豬啊聽都沒聽過 你們是混水摸魚進來的吧 請沈小姐入場 原來您就是華北第一書房 掌豬集團的大消息是 算了有點嚴厲見 和錦秀的合作啊 咱們掌豬勢在必得 幸好 大小姐這次跟錦秀的合作 希望渺茫了 我們董事長說了 你們工作室不配於我們 錦秀珠寶合作請回話 恳請南京老夫人 一定要看一下我們的設計 一定不會讓她失望 我們董事長哪是你說想見就能見的 一個沒上市的小工作室 也會在我們錦秀珠寶面前叫囂 保安把他們趕出去 二位請慢 他們還沒走嗎 是的還在樓下 剛成立半年 就敢找我談頂級珠寶的合作 見過的狂了 還沒見過這麼狂的 我們上午等到晚上 還點了外賣 估計要熬夜呢 哦 我去看看 大小姐 喝口咖啡吧 大小姐喝口咖啡吧 哦 小趙 是你新開的珠寶公司嗎 不是 是我身邊那位 老夫人好 哈哈 好啊 我開了千萬的連心蛙裡 都被你拒了 竟然轉過頭來 就跟著這麼個小姑娘 看來啊 他還是真的有些本事 不過 上來就要要坦商蘭的 合作渠道 你們妹妹也 太狂血了吧 坦商蘭時品質極高 但很少有設計能配得上去的品質 導致市場的冷門 哎 珠寶門城啊 實在可惜啊 不如老夫人你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以後 是華夏珠寶的拍賣會 我以坦商蘭時為主題的設計 要是能拿下全場的最高價 您再考慮跟我的合作 你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小丫頭 還真想拿下華夏珠寶的最高拍賣 事實怎麼知道呢 嗯 好好 我的這批珠寶啊 將不再對外出售 但如果你失敗了 將要賠償緊縮的一切省事 而且你的工作室呢 將面臨破產 那麼你還要賭嗎 當然 挑戰越大 價值才越高嘛 嗯 耗了一整天才見到南京老夫人 為什麼不說 壽事提起其他的公司 我就這麼讓你拿不出手啊 不是拿不出手 是太招搖了 要是被薑薇發現就搶功盡棄了 以後別這麼辛苦了 我會心疼的 你小子 等到媳婦去把爺爺給忘了 爺爺 我這不把孫媳婦給你帶回來了嗎 你說什麼呢 爺爺好 就是你 給我們家燕爺生了兩個孩子吧 給這小子生孩子 真是委屈你了 爺爺 我再差 也是您親孫子 我要早知道 你是這麼個玩家 長得這麼大 才給我成家 早就把你掐死了 爺爺 您給我留點面子吧 丫頭 你可是我們四家的大工廠啊 你放心 這小子 將來要是對你不好的話 我給你撐腰 別緊張啊 我爺爺對你很滿意 那那又怎樣 家長都見過了 什麼時候考慮嫁給我呀 別得寸進尺 要不是因為兩個小寶 你也不會對我這麼好吧 畢竟 六年前只是一晚 六年前 你當時常見過 一晚 但對於我來說 不是 如果是場意外 我就不會找她 更不會把姜薇留在身邊六年 六年以來 我從未碰過她 因為那晚的女人 是我一碰就無法控制她 但她不是 你這是什麼胡狼之詞 你不是感受到了嗎 我 今天要安開 的小親愛 生日益 長安 美好的 溫暖 您給我的設計稿 已經出圈了 維納訂單已經上千萬 看來 她是章到了不少天刀 姜維他正催促著我給他偷來更多稿子 你把這張手錶都送過去 啊還要給 嚐到了甜頭就會有夜心 咱們就幫他把這把火 燒得更大 依依 現在是激活更少熱鬆了 這下呀你算是徹底出名了 這都是我應得的 那你看 明晚帝都的名媛晚宴 我被邀請了 哎呀真是太好了 我都要看看 有了這樣的身份和地位啊 江山那個賤人 還怎麼和你逗 他就是那位很火的設計師新舊吧 那些設計稿真的是 姐姐這是看到我的設計無敵自容 也是 畢竟我可是現在 最炙手可熱的設計師 和某個被維娜掃地出門的喪家之拳 我看過你的設計 確實不錯 哥特風的設計 和蒂拉有的一比 沒錯 蒂拉是暗系主流 不過看了你的作品我才發現 暗系風的珠寶還有這樣的魅力 蒂拉是 你這製作品 你這製作品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設計的 你這製作品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設計的 是 丁拉是哥特風設計的教父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呢 你們誤會了 我當然知道 只是剛才 一時沒想起來 連蒂拉老先生都不熟悉 我很好奇 你這哥特風設計的靈感 到底從何而來 妹妹 珠寶籤子可不好會 要是被爆出個抄襲槍手什麼的 到時候可就名聲狼藉了 槍手 你在那聊什麼呢 這個 是 現在的明月盛宴 這麼有罕見料了 什麼阿媽啊狗 能進來了 姐姐 我勸你趕緊跟沈小姐道歉 畢竟你也是個後輩 怎麼能跟掌豬集團 搶錦繡珠寶的合作渠道呢 原來搶我深夜的人就是你呀 本場深夜我沈家主辦 這裡不歡迎你 請你出去 我有收到正式的邀請函 為什麼讓我出去 沈小姐不喜歡 你給我出去 我沒有故意想要推她 她陷害我 保安 給我把她趕出去 我有黑色邀請函 為什麼要趕我出去 保安 拔公 我有黑色邀請函 為什麼要趕我出去 你怎麼可能有邀請函 黑色邀請函 你是偷的 是不是偷的 合一下身份就知道 頂級貴賓才用了的黑色邀請函 沈小姐這次得知誰了 他就是偷的 保安 趕出去 我看你們誰敢 那葉菊 司總竟然來了 沈大小姐是不想在這個圈子裡混下去了 連我的女人都敢動 司總抱歉啊 我我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今晚宴會 掌助集團不必列行 哎 司總 你也剛好趕走 這位女人現在是西總的那人 掌助集團這次把四家主得罪了 沈小姐 請你離開 本場宴會 我沈家主辦我就不走 沈小姐 請你離開 本場宴會 我沈家主辦我就不走 怎麼 你也來看我笑話 你誤會了 不是要幫你呢 幫 你可他不是姐妹嗎 怎麼會來好心幫 他搶了我的男人 我和你一樣討厭 只要我們聯手 今晚 我一定讓他身敗名裂 可是 你放心 不會有人知道是你做的 他把我們害的這麼差 我們一定不能放過他 下一首 幾乎 江陽 혹시對不起 這件都是我的錯 你原諒我好不好 沈小姐的演技也是太卓民 你一開始就沒想像是道歉 你在說什麼呀 我今天來就是來道歉的 為了告訴我的歉意 這杯酒我先乾了 沈小姐好酒量 那酒也喝完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覺得你走掉嗎 出來吧 原來這就是你們的計劃 要毀了我是又怎麼樣 今天啊你喊破喉嚨都出不去了 這就是自我女人嗎 我告訴你 我沈明珠也不是好惹的 那江歐有沒有告訴你 這次都有問題 什麼 小姐您別怪我們 我們也是拿錢辦事 至於要辦幾個人 江總可沒說 這個將來 把我被他算計了 見起來 不見了 醫生不見了 不見了 我聽服務員說 他好像去了休息室 幾句休息室的 還有幾個男人 好好好 老師 對不起 光天化日 竟然在這裡做那種事情 我呸真是沒有藥 你沒事吧 謝謝 先叫醫生 許小姐便開藥了 叫醫生 謝謝 沒事吧 我沒聽錯吧 下了藥 這也太無法不添了吧 江小姐這到底是你沒事吧 那這叫問江威小姐 你在說什麼 你聽不懂 你誘導沈小姐對我下藥 讓這些男人毀 讓我深敗明 你胡說 是不是胡說 問問這些當事人是什麼 老實交代 敢說半句講話 一句原本就不講說話 是 是江威讓溫和的將軍呢 還有 讓我們把沈小姐一起辦了 這樣他就很難開口了 江威 毒素 竟然陷害我 江威 你一個毒副 竟然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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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 這都是他們串通好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是不是串通好 查一查監控就知道 我要做污點證人 江威 你竟然這麼糯脫 我要把監控包到網上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 你用到沈小姐給我下腰了 讓這些男人滾動我 讓我身敗一命 媽 江生那個賤人竟然把監控曝光了 別慌 只要我們在華夏注錶上 把設計稿 排出高架 再把公司的補票給炒上去 到時候 不協款跑路 說這種 這次 我要再拍滿會上 好好把揮一句 說吧 需要怎麼報答你 投資還是人脈 我想讓你幫我拿到 華夏珠寶拍賣場的入場資格 沒問題 什麼 江生那個賤人竟然也拿到了 華夏拍賣的資格 是 他方法說拿到全場最高拍賣的資格 是 沒問題 全場最高 全場最高 他也配 你想辦法弄到他的設計 我倒要看看 薇娜珠寶和一個毫無名氣的小紅色事 大家會相信哪一個 請問你對名言晚宴事件如何回應 晚宴的事情純屬無限 我會在本次拍賣會上 證明薇娜的實力 同時 戳穿色我工作室的真面 真面目 您是掌握了什麼內幕嗎 到時候一切都會認錯吧 自走來了 江生 你還真敢來 我為什麼不敢 我勸你趕緊回去 否則 你的下場可能很高 到底誰難看 還不一定 教授了 對不起 我見識的是來自維納珠寶的設計作品 孔雀璃 維納珠寶真的有些實力 太接近了是本場最高的了 水滴形宝石绽放在孔雀雨瓶中间 鱼尾上的蓝色碎钻锦上贴花 设计堪称极品 起拍价一千万 三千万 七千万 一一两千万 恭喜这位卖家 以一一两千万成交 创造了本场拍卖会的最高历史 现在展示下一件拍品 这件过后 其他珠宝都没眼看了 江生 你拿什么口我 怎么和上一件一模一样 请问这是哪位设计师设计的 明显抄袭了我的作品 这不是晚宴事件的女主角江生吗 这件作品 是我设计的 姐姐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积怨 可是你也不能故意抄袭我的作品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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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才是真正的原创 而这件呢是涅滞的仿照品 老夫人 你凭什么做 因为这件用的是坦山兰 只有坦山兰才能真正做到画龙点心 而这件呢用的是南宝 简单的说就是败者 真的设计师 别的会挑战这种老师 懂吗 我可以证明老夫人的话 就是姜薇指派我剽窃了姜生的设计 长生啊 乱起 他是你亏裁的 是又怎样 如果不是你想主要抄袭 又怎会惹起重命 保安 把他带出去 姜小姐 请跟我去警局走一趟吗请 江生 一个贱人贱人 南琴老夫人已经签下了合作协议 另外 肖兰和姜我爷已经被立案调查 维纳珠宝很快就会回到你的手里了 爹地老爷什么时候他能去 放心吧 我相信会很快的 但愿如此 老婆 别愁眉苦脸的了 走吧 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走 走吧 走吧 好吗 我什么时候 我这是其实 一样东西 不好 我